我的鼻子整個大大大過 那就是兩個鼻子都塞住了 那我在晚上我在想 我明天可能沒辦法 真的有點體力透視 但是缺一個人都會覺得說 哇好像他們這邊又多了很多 那我身體有點不舒服 我就睡不起假 好像也瘦不過去 欸可是其其次的 隔天就好很多了 比起之間的那一股投入 會讓我感覺到說 大家對這個工作的熱情 對 有點瘦不了 但是那一家爬山 他們我們這個 石敬秀實在時間上很少了 真的要跟他們相處的時間很少 所以我們大概六點多就要起床 所以那一天不曉得為什麼鼻子就犯了 所以我在工作的時候我就感覺到 因為斯坦山上其實有一點那種寒氣 我的鼻子整個大大大過敏 那就是因為兩個鼻子都塞住了 然後我就很希望說趕快過去 可是因為過程裡面大家都很辛苦 後來我覺得比較感動的地方 是因為我身體不是很好 那我在晚上我在想 我明天可能沒辦法 因為真的有點體力透支 結果我在想一個事情 說如果我沒有去的話 他們怎麼錄影 當然我不是說很重要 但是缺一個人都會覺得說 哇好像他們昨天又多了很多 後來我發現一件事情 比方說像我們有一個禮拜是休假的 我們工作人員要休假 結果明算他也沒有回去 我說你為什麼不回去 他說我回去幹嘛 老婆帶著這個地方 那我才覺得說他們對這件工作的 那種認定的程度 是這麼樣的投入 那五個人還在那邊 那我身體有點不舒服 我就須不起假 好像也說不過去 所以後來我就有跟導演講 導演就說真的如果說你不行的話 你就告訴我們 幫你安排輕鬆一點點 可是騎其次的隔天就好很多了 對啊因為買到藥了 我覺得比起之間的那一股投入 會讓我感覺到說 大家對這個工作的熱情 一開始每一次都會有一點生疏感 對 可是因為待夠久了 全鄉的小朋友就六十幾人了 到中間我們就全部都認識了 每一間小生就說 來來來 我帶你來看我小小的 這我小小的 這我小小的 叫大哥 大哥 怎麼事情 那邊收了很多小弟 收超多的 他在市場學里長是可以選上的 可以喔 在那個地方的生活 真的 會有一點世外討人的感覺 還聽得到三腔叫 對啊 你聽過三腔叫嗎 對啊 在那邊 叫給他聽他聽 叫他叫他聽他聽 叫他聽他聽 這是比較含蓄的 比較含蓄的 有一種比較粗俗的 真的是這樣嗎 真的 但是 你呢 照射 這裏 三腔 明星 是 那 還